大家好,主席請一下葉部長,也請民航局省局長 請民航局省局長 李委員您好 部長您好 部長,現在整個廉價航空是蓬勃的發展 這九年來大概有十一家已經進駐我們台灣 那到年底搭乘廉價航空的旅客也可能突破百萬 但是呢,廉價航空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搭乘航空飛機一種新的趨勢 但是呢,裡面跟消費者的這樣的一個權利的保障 遭到漠視,投訴無門 這個我們交通部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部長,單單以去年我們國人出國最常到日本去 國人到日本去觀光旅遊搭乘廉價航空啊 所衍生的消費爭議的案件啊,高達五百七十九件 五百七十九件 那我們當然知道搭乘這種廉價航空啊 它的服務是要按鍵來計算 你要看影片啊,要毛毯啊,要餐飲啊,要行禮的運送等等啊 都要額外的付費,但是裡面啊,是藏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對消費者不利的陷阱啊 像他們的運送條款裡面啊,有很多 例如這個官方網頁,我不曉得沈局長你有沒有看過這些廉價航空的官方網頁 請沈局長答覆一下 有跟委員報告一下,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從事一個叫做國際線機票 交易重要需資 那其中我們也把廉價航空有關這些相關的資訊 跟消費者應知道的訊息公布在網頁 還有我們在宣導折夜 還有動畫短片 可是我們的了解 我原理講的是確實 我們局裡面接到的廉價航空的申訴 交易的糾紛,確實是非常多 它現在這些官方網頁裡面 有很多啊,甚至是沒有中文 有的是有簡體中文 但是沒有繁體中文 有的是部分有繁體中文 但是關係到旅客權益的運送條款 相關的消費的這些 一些基本的這些啊 資訊,卻都是英文或者是韓文啊 而且裡面隱藏很多的陷阱 有的甚至大辣辣的 就說啊 他有權利去更改他們的航班 更改他們的票價 他也無需通知你 而且相關引起旅客的損失 他們也不用負責 已經是囂張到這種程度了 這種啊 不能讓國人的權利啊 讓這些啊 連假航空來載割 必須啊 消費資訊 運送條款啊 都必須要明確的列載在上面 這個陳局長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剛剛委員所提示的 有關一些用的語言的問題 我們接到很多的通知之後 我們是會要求他立即改善 那其他的部分 他有的很可惡 他有的甚至啊 沒有在台灣 他有辦事處 但是他也沒有列台灣的電話 他就列國外總公司的電話 不然呢 就是他啊 在台灣有辦事處 他也有電話 但是你打去 就是打不通 或者就是故意不接 讓你啊 投訴無門啊 所以我在這邊啊 具體要求這個部長跟局長啊 我們這個金管會有成立這種啊 金融商品的消費爭議處理中心 那NCC我也要求他成立 他也已經成立了電信消費的爭議評議中心 那我要求啊 民航局成立啊 這種連假航空的消費者的爭議的處理中心 有沒有問題 不要讓我們的消費者啊 投訴無門 連假航空相關的運送條款 相關的消費資訊 相關的消費者權益 他都全然的漠視 現在大升連假航空的人越來越多 部長到年底就會突破百萬耶 不能讓消費者權益這樣啊 任憑連假航空公司啊 來宰割啊 這個局長說明一下 有關委員指示的消費爭議的處理中心 這個部分 回去我們民航局會積極的處理 我現在要求的是成立 連假航空消費爭議的處理中心 要成立單一窗口 要將這些啊 跟消費者跟連假航空公司之間的消費爭議啊 民航局要列拐 民航局要介入 那個遵照辦理 這個多久之前 多久之內能夠成立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這個委員會不會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再跟委員報告 到年底之前好不好 到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要成立 交通部跟民航局 要站在消費者的一個立場 要 部長 局長我現在甚至要求啊 他們一站默示消費者的權利啊 你要嚴格限制他營業啊 因為不是說你來賺錢 然後你又啊 默示消費者的權利啊 這個 局長有沒有問題 這個 跟委員報告我們會來研究 這個應該啊 要站在消費者的一個立場啊 好 那沈局長先請下去 請那個觀光局謝局長 好 請謝局長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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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應該對於老人的 觀光旅遊的市場啊 國內的這樣的一個市場 甚至要吸引國外的老人 到台灣啊 來觀光旅遊 那在幾年前啊 台灣的這個觀光旅遊 銀法族的人口啊 大概只佔百分之七左右 但是到一零一年啊 從百分之七 已經上漲到十四趴啦 就是說我們國內的老人啊 參與國內的旅遊的人口 越來越多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觀光啊 對於國內銀法族 對於國內外的老人啊 其實觀光環境並不友善 這個局長 我們看日本的JR啦 他們相關的交通或地方啊 他們大力的推廣 銀法族的一個觀光旅遊 那他們是針對住宿 餐飲 以及再加上地方的文藝 特殊的這樣的一個啊 觀光的景點啊 去做規劃 所以我們到日本啊 你可以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七八十歲的 長輩老人啊 他們也是背著背包啊 然後在他們國內 日本啊有很好的一個旅遊的 資訊跟服務啊 去做規劃 所以他們銀法族的觀光人口啊 提升越來越高 那我們觀光局啊 最近是有提供一個 照顧服務員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但是啊 你去問老人 你去問社會大眾啊 大家幾乎都不知道 不要說幾乎啊 根本就不知道 觀光局有做這個措施啊 這個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我想自從這個委員 這個關心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在這方面 這個著力非常深喔 那我想 剛剛委員提到的那個 那個 這個專案導覽人員來照顧這個問題 這個這個行銷 我們會繼續來行銷 這只是照顧服務員 你們大概一天兩千塊嘛 是是 陪這些長輩旅遊 然後 照顧他們上下遊覽車 是是 但這只是服務員 這只是服務部分 我現在講的是說整體的一個規劃 針對地方的餐飲 住宿 然後啊 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讓老人啊 有很好的一個旅遊 資訊的一個服務 這個啊 是很重要的工作啊 這個局長要去做規劃 那個部長 希望你啊 重視國內 是 以及能夠吸引國外的 銀髮族啊 到台灣來觀光 因為我們的交通是便利啊 我們的捷運高鐵航空等等啊 這個有很綿密完整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交通網 再加上我們各地啊 餐飲跟住宿都很有特色 應該去做一個整體的規劃啊 謝謝委員的這個建議啊 事實上我們這樣的了 我們在交通的部分啊 像鐵路啊 像公巴士啊 中長輪巴士呢 我們已經全面的在推動叫做通用設計 讓那些生意大人 還有老年人都能夠能夠方便搭乘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旅遊路線的設計啊 那我們也已經在在做一些規劃 所以我想我想觀光局 我們也會全力的在在這個市場 要把它做開放 對這個啊 對於國內觀光旅遊啊 要去做一個整體的提升啊 尤其對銀髮族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國內有很多啊 老人其實他們在參與這種觀光旅遊活動啊 其實這個部長跟局長要好好的去做督促 很多這樣的一個社區啊 都是有一些人啊 在做這樣的一個 拉克的一個動作 那這種拉克啊 他其實他的旅遊費用比較低廉 用這樣來吸引老人 但是他相關的保險相關的旅遊品質的保障 其實都有很大的問題啊 那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這樣那個 觀光旅遊的消費爭議 這種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這個部長跟局長這邊啊 去做一個嚴格的督促 那好 局長你先請下去啊 部長我最後再請教你一個問題啊 高鐵 高鐵明天就要漲價了 那上次本席啊 有跟部長來做具體的要求啊 就是要擴大優惠措施 以及啊 來做這樣的一個啊 到明年春節 維持的這樣的一個優惠措施啊 我認為是至少啊 要延到年底之後再去做檢討 當然這個過程 重新的決定 還是要經過高鐵的 所謂的臨時董事會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部長你現在所掌握的狀況 你所要求的對高鐵公司他們有什麼回應嗎 報委員那個那個高鐵公司最近會開臨時董事會 什麼時候 那個他們因為因為董事有有很多嘛 一共15人啊 所以還在喬日期 但是他們應該 我相信在一個月內會開這個臨時董事會啊 那開了臨時董事會呢 那高鐵公司已經充分的了解呢 立法院包括李委員您的關心 還有其他委員對於台高公司的一些關切 這些資訊他們都充分的掌握 我相信他們會具體的來回應這個立委 不然我就三個基本要求啦 你也在啊 他們在開臨時董事會之前啊 要嚴格的要求高鐵公司 我說坦白的 高鐵公司就是你管的 高鐵公司你是可以主導的 不管是他的股東的成員 光股所占的比例 以及啊這個所謂的高鐵董事長 也是航花會派過去的 航花會交通部每年都要去督出他們的財務 會務人員會計等等 然後航花會也要決算預算也都要送到立法院來 他們是我們可以主導的 然後我們卻讓整個全民來失望 這種票價高漲的程度啊 人民會受不了啊 第一個擴大優惠措施 第二個 優惠措施至少到明年年底 年底之後再去做檢討 所謂的優惠措施應該要再擴大到什麼程度 第三 要分期去實施這樣的一個高鐵的漲價 我就提出442 然後你可以先漲4層 然後你到一定的這種啊 乘坐率有提升 運量有提升的時候 我們再讓你漲4層嘛 另外兩層我們最後再來做考慮嘛 這個部長是不是願意採納 向高鐵公司來做要求 我想委員的意見非常好啦 我們會充分的把委員的意見反映 那我相信高鐵公司會做出具體的回應 好 接下來請楊委員立環發言